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菊花 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迎春花 感谢奉献花的人 还有插花的人 感谢奉献花的人 还有插花的人 还有特别的是 我要提我们有对联 我们有看到两边的墙上 我们有没有看到墙上有对联呢 我们来念一下左边这个对联 我们念一下左边的对联 一本万利是圣经 万众亦先群真道 右边呢 精神 群呼音 我这边没看到就不能念大声 我们要感谢Leo弟兄为我们提供这个对联 非常有意思的 感谢Leo的对联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呢 上帝也赐给我们新的会友 就是黄亮丑先生 还有他的太太秀霞姐妹 神又赐给我们有新的会友 是什么名字 黄亮丑 黄亮丑弟兄和他的太太 秀霞姐妹 秀霞姐妹 那么这个对联是秀霞姐妹 她用毛笔写的 这个对联是秀霞姐妹 用毛不舍的 非常感谢 让上帝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下次期待看到每一个兄弟姐妹 都贡献上帝给你们的恩赐 这句话要翻了 什么什么 你再说一句 我下次希望看到每个兄弟姐妹 都能够贡献上帝给你们的恩赐 下次更加可以看到更多的姐妹 贡献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 各位兄弟姐妹 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很累呢 弟兄姐妹们 这几天你们会不会很累呢 是因为大扫除很累吗 会不会是因为大扫除很累呢 我们这个新春的时候 我们的文化就是农历新年 我们要大扫除 我们这个文化就是 新年要大扫除一次 昨天我们教会也有大扫除 昨天我们教会也有大扫除 感谢来帮忙的兄弟姐妹 多谢有来帮忙的弟兄姐妹 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会大扫除 然后把平常没有在扫的地方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扫干净 在我们大扫除 我们会把平常都扫不到的地方 我们会把它大扫除一次 所以这个大扫除本身就像一个仪式一样 这个大扫除本身就像一个仪式一样 那就是想要把那个不干净不好的东西都把它除去 就是把不好的不干净的东西除掉去 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更好的未来 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 更好的未来 那其实这种除旧不新的过程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种去旧更生 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renew 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常常都是要讲更生 这个就是更新的意思 这个就是更新的意思 那就是有革新呢 还是说复兴再生重新的开始 这个字呢就是包含有夹生 复兴和再生 和重新开始的意思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更新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更新呢 因为我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 我们会体验到生命的更新 还有呢 我们就是要有那种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体验到生命的更新 和那种改变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好多次都提到这个更新的字 在新药保罗的书信里面呢 很多次都提到更新这个字 我们要趁着今天 我们要庆祝过年的这个时刻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 我们藉着今天是过这个新年的时刻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们今天读了以福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 我们今天读了经文是以福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如果可以你们可以把圣经打开我来念一下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还有圣洁 这里在说什么是改换一新呢 这里是讲的是什么叫改换一新呢 改换一新用简单的我们就刚刚提了就是更新的意思 改换一新简单来说就是更新的意思 脱去以前行为的旧人 脱去以前行为的旧人 穿上新人 当我们越发的认识上帝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越发认识上帝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行为上有所改变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行为上有所改变 有基督的样式 有基督的样式 所以保罗用脱跟穿来形容这种改变 所以保罗用脱和穿来形容这个更生 他用这个比喻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他用这个比喻是有更加深层的意思 那么我们每天都在穿衣服脱衣服又穿又脱 就是说每天都在做的一个动作 所以更生就是我们要在每一天每一天都要保持一种注意的精神 更生就是我们每一日每一日都在生活中保持我们注意的动作 看看我们的改变有没有持续 看看我们的改变有没有持续 有没有坚持 还是我们只是虎头蛇尾做事都是三分钟热度 还是我们是虎头蛇尾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的热度 而且这个更新的过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在这个更生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很重要 这个穿跟脱呢在保罗来看一定要是先脱了才能够穿新的 这个脱和穿呢在保罗的意思呢 就一定要先脱了再穿上 那你觉得这个很容易啊一定要先脱才能穿新啊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很容易而已 当然要脱了才可以再穿呢 其实这件事很困难 其实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我们常常我们都只是想要把新的穿上去 我们不想把旧的脱下来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想把新的穿上去 但是我们不想脱去旧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旧的我们已经觉得很习惯了 我们觉得很方便了 因为旧的我们已经觉得它很习惯 和挺好啊 虽然我们知道不好 可是我们就有那种最终之乐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旧的是不好 但是我们有那种最终之乐 那个赌博的影改不过来的人最知道了 他知道赌博不好 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改 因为他赌博的时候他很开心啊 这个现象就好像那些赌徒一样这样 其实有时候他是觉得赌钱不是这么好 但是他一直都改不到 他觉得赌博的时候他很开心 所以其实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要想想自己 我们常常在做一件 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做一件 我们自己觉得不是这么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情 你会不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情呢 上帝啊你来救我啊来救我 上帝啊你来救我啊来救我啊 更新我 更新我 可是我不要放弃我这个罪终之乐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我的罪终之乐 你这样看是不是很矛盾呢 其实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在以不所的教会的信徒也是有的 其实这种矛盾的心情呢 在以不所教会里面呢 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保罗才对他们说 你们学了基督呢 你们之后不是要这样子 不可以跟以前一样 所以保罗呢 才对他的信徒说 你们学了基督呢 你们不可以跟以前一样 以不所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异教很精盛的一个地方 以不所那里呢 是一个很异教的世界 那里有很多不同的风俗 很多的迷信 很多的私欲还有淫乱 那里的地方呢 有很多不同的风俗 迷信啦 私欲啦 还有淫乱啦 还有污慰啦 这些以不所教会的信徒 他们在去教会之前 他们是跟平常人一样去顺服那些 去做那些风俗习惯的事情 以不所的人呢 在他们未认识主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去 习惯他们所风俗的事情 可是他们进到教会之后 他们还是习惯 原来那一套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他们进入了教会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习惯他们以前的方式 他们觉得 原来那个也不错 我们很习惯啊 他们觉得 哎呀 以前那个都不错啊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 可是把那样的习惯带到教会之后 就造成教会的一个损害 一个伤害 但是将以前那些习惯带到去教会呢 就会为教会带来损害和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跟他们说 你们要脱去旧的才能穿上新的人 那这些呢就是 为什么保罗会 对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呢 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村上新人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旧的不好的行为都没有改变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呢 我们的旧的行为都没有改变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好比说 我们一方面在教会里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同心合意来彼此相爱 就好比我们平时好像 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说 彼此相爱 同心合意 那是私底下去好多的小圈圈 好多的八卦传来传去 私底下呢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小圈圈 和很多八卦的新闻 很多的攻击的言语 很多攻击的语言 所以这样子呢 一方面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一边求神来赦免我们 这样呢 一方面呢 当我们礼拜的 敬拜的时候呢 我们会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常常这样子去犯这些罪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经常这样犯这些罪 就变成说一套做一套 这样就变成说一套做一套 那么这个灵性的分裂呢 就让我们变成假冒为善 那么这个灵性的分裂呢 就变成假冒为善了 假冒为善 其实是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障碍 是会让很多的会有跌倒 这个呢是会让很多的教友跌倒 会离开上帝 会离开上帝 有一个心理学家很出名 叫做马斯洛 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他有一段很出名的话 他有一段很出名的话 他说心如果改变 态度就会跟着改变 他说心若改变呢 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态度改变了 习惯就会改变 你的态度改变呢 你的习惯就会改变 你的习惯改变了 你的性格就会改变 你的习惯改变呢 你的性格又会改变 性格改变了 你的人生就会改变 性格改变呢 你的人生就会改变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反过来说呢 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 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 我们就听过一个俗语这样说 我们就会好像一个俗语这样说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牛牵到北京呢 一样是牛 广东话没有这句话 只有台语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牛牵到北京还是牛 不会有改变的 不会有改变的 对我们来讲 信的耶稣不是说 我拥有了很多圣经的知识 就是说我们信了主呢 我们不会因为有圣经的改变 圣经的知识 我们不会因为有了圣经的知识 或者是说有很多 多了很多很关心我的兄弟姐妹 不会因为多了很多 关心我的弟兄姊妹 这些都很好 我不说这些不好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要有那个改变 这些都是好 我不是说说不好 但是最重要呢 是我们的内心改变 那能够真心的去爱神爱人 能够真心的爱神爱人 台湾有一间出版社叫做主流出版社 台湾有一间出版社叫做主流出版社 那么据说这个老板 为什么当初要用这个名字 来当出版社的名字 据说呢 当初为什么这个老板 要用这个名字 来改这个出版社呢 有两个意义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他希望他的出版社 出版的东西能够领导潮流 成为主流 成为主流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主流是主耶稣的流 这个主流是主耶稣的流 不是世界的潮流 不是世界的潮流 不是跟着世界的价值在走 不是跟着世界的价值去走 那么我们的更新呢 就是随着主的意思来更新的意思 我们的更新呢 是随着主的意思去更新 把害怕变成勇敢 将害怕变为勇敢 把自私变成博爱 将自私变成博爱 憎恨变成原谅 把夺取变成羁 把奪去变成羁 王武东牧师是一个台湾的牧师 王武东牧师是一个台湾的牧师 他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呢 对台湾的长老教会的宣教 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他在二十世纪中期呢 对台湾长老会的宣教 有非常重大的领导和公宴 他的皮夹里呢 永远都放着一个人的相片 他的荷包里面呢 就永远都放着一个人的相片 这个人叫做李拐 这个人叫做李拐 就是拐骗的拐 就是拐骗的拐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他带领他们全家 带领这个黄牧师的爸爸信主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呢 就是带领王牧师的爸爸 和他全家信子的人 那么这个李拐是谁呢 这个李拐是谁呢 他是清朝末年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土匪的头目 他是清朝末年台湾南部的土匪头目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 黑道大哥 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黑道大哥 他平常是真的烧杀努力 他平常呢就是消杀努力 奸淫啊抢夺无恶不作 奸淫抢夺无恶不作 清朝的官员呢 对他来讲真的也没办法很偷痛 清朝的官府呢对他很头痛 这个黄牧师的爸爸叫做黄伦 黄牧师的爸爸叫做黄伦 在那个时候是开了杂货店 当时他是开一间杂货店 那这个李拐呢常常会来店里白吃白喝 那个李拐呢常常会来他们开个杂货店那里 白吃白拿 因为他是土匪嘛 这个黄伦他也不敢怎么样 就只好让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他是土匪嘛 那个黄伦又不敢对他怎样 那就由得他白吃白拿 那么有一天 有一天 这个李拐呢也是到店里来拿了一些日用品 那李拐呢就去店那里拿了一些日用品 可是这次不一样 他拿到柜台那里 他说帮我算账 这次呢就不一样了 他会拿去柜台那里说 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呢 这个黄伦吓一跳 那个黄伦呢嚇了一惊了 算什么账啊 哇算什么账啊 他以为他要对他做什么事情 他怕到呢觉得他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动作呢 那这个李拐就很诚恳的对他说 但是李拐呢很诚恳地说 我平常啊都来这里白吃白拿的 不知道拿了多少 那么把账算一算 我想要把我的账还清了 平时呢我经常都来这里白拿白吃 我都不知道拿了多少 那么你可不可以将我平时的账算一下呢 哇这个黄伦吓又更是不知道怎样 他就说 先别说这个啦 你今天要吃什么你就吃吧 那李拐一听就很不好意思 那李拐一听呢好不好意思 下次来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到底欠你多少钱 那下次来呢你一定要啦 我算清楚哦 我欠你多少哦 后来他真的好几次又回到这个店里买东西 那后来呢好几次他都去那个店那里继续买东西 而且每次都提醒老板 你到底有没有把钱算好了 我到底要还多少钱 每次呢他都会提个老板 究竟你计好那些数目啊 我欠你多少啊 他的这个行为就是引起了这个黄伦的好奇心 那么他这个行为呢就引起黄伦很好奇了哦 平常都在注意他的这个行动 平时呢他就会注意他的行动 他看到这个李拐会挑这个什么 连雾还有这个翻石榴去庄头那边卖 他见到李拐呢他就会挑一些 连雾呢和那些石榴 翻石榴呢去去那个墟那里卖了哦 他真的觉得太奇怪了 他觉得好奇怪了 他就早一天真的是跑到那个李拐的家里去看 他有一天呢他就跑到李拐的家里一看 那么李拐呢他的祖先是有留给他一块地 李拐呢他祖先呢就会留了一块地给他 那块地呢很贫瘠根本不能种田 那块田呢就很瘦的根本做不到东西 那个田呢中间呢有一棵莲霧树 那个田那里中间呢就有一个莲霧树 平常也没有人在照顾 那个李拐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单身汉 其实呢李拐当时还是一个单身汉 所以那个黄伦偷偷去看的时候 他看了他就是大吃一惊 当黄伦去看呢 他看到呢就令他大吃一惊 他一看这个房子的四周围都围了尼巴了 他看到房子的周围都围了尼巴 那块地的一个角落还开墾了变成菜围了 房屋的角落还开了来种满了菜 旁边还开了一口井 旁边还开了一口井 上面还有钓钩还有钓桶 上面有钓钩和钓桶 就是拿水来浇这个菜的 是拿来钓水来淋的那些菜的 那个莲霧树上还绑着那个土 是准备要接枝来用的 他是准备架接用的 黄伦看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黄伦看到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改邪归正了 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改邪归正了 而且这个很奇怪的是 李拐这个文盲他竟然会念诗句 而且李拐是文盲来的 没有读过书 他居然可以念诗句 会引经据典对人家讲道理 可以引经据典和别人讲道理 最后他又有一次来电理 然后又再问到底欠多少钱的时候 终于这个黄伦忍不住就问他了 终于黄伦忍不住就问李拐了 究竟是碰到什么事情 为什么让你改变这么大 究竟你碰到什么事情 让你改变这么多呢 李拐就很平静地告诉他 原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原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李拐跟他那些土匪兄弟呢 就是抢夺之后 李拐跟他的土匪兄弟呢 抢夺了之后 他们经过教会 一个异族教会的门口 经过了一个教会 那么他被教堂里面的歌声所吸引 他被教堂的歌声吸引 他就跟他的那些兄弟说 你们先回去 我自己这里有事 他就跟他的兄弟说 你们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有事 他就在外面 一直在外面听那些诗歌 他就在教堂外面 一直这样听那些诗歌 那些诗歌是青年们 他们为了主日崇拜 在练歌 像我们的chore在练诗班这样子 那些就是教会的青年 为了主日的崇拜 那牧师呢 看到他在外面就邀请他进来教会 那牧师看到他在外面就邀请他进来 跟他传福音 说明上帝的诫命 说明了上帝的戒命 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他竟然流泪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助 他竟然流泪 他竟然流泪接受耶稣做他的救助 黄伦 这个黄伦听到这里就一直摇头 黄伦一听 一直在摇头 拜范子教 范子教 就是说不文明人的宗教 也就是他们当时候说的基督教的意思 拜范子教 因为当时范子教是不好的教 当时他们认为是基督教 就是当时的基督教 那他是说 你不要去信那种教 你就是很不孝的人 你不要信那些教 因为那些教是很不孝的 你千万不能信 你千万不可以信 那时候的人对基督教的一个看法就是 他们是不拜祖先的 所以他们是不孝的 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是被当地人认为他们不拜祖先 是不孝信的 所以他一直说你不能信 黄伦一直对李拐说 你不要信 可是李拐回答他 但是李拐回答他 耶稣教不是番子教 耶稣教不是番子教 更不是大不孝 更不是大不孝 耶稣教只是在敬拜一位创造天地的主 耶稣教其实是在敬拜一个 他叫人要孝敬父母的 他叫人是要孝敬父母的 不要偷窃是要行善 不要偷窃要行善 不要欠债 不要欠债 有债就要还 有债一定要还 所以我才来还债的 所以李拐的奇迹就引起了黄伦的好奇 所以李拐的奇迹就引起了黄伦的好奇 他心想如果这样子的人信耶稣都能改变 那我也要去信 他就这样想了 这样的人都可以信耶稣 我都要信了 所以他就跟李拐说 我跟你去教会做礼拜好吗 所以他就跟李拐说 我和你一起去做礼拜 那么李拐看到黄伦 他是这样子一个知书打理的人 他竟然是要跟他一起做礼拜 他自己就马上感动地哭了 当时李拐觉得黄伦 这个是知识率礼的人 他都跟我一起去做礼拜 他感动到就哭了 的确这个黄伦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主人 的确黄伦是当时的鬼人 我们知道状元之下有那个主人 对不对 所以他是在地方上很受尊敬的 这个是状元以下就是举人 在当地是很受人尊敬的 当时的宣教师也好多次跟他传福音 当时的宣教师很多次跟他传福音 但是都被他拒绝 但是都被他拒绝 而且他一直相信中国所传的这些伦理道德 比圣经讲得更好更有好 并且他很坚信中国所传的伦理道德 比圣经的教导 因为黄伦在地方上是很受尊敬 因为黄伦在地方上是很受尊敬的 所以他去信了耶稣之后 他信了耶稣之后 家乡的人很多人都跟进了 家乡的人都跟着他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得到更新所发出来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得到更新所发出来的力量 真的是让人能够反省自己 是可以使人真正地反省自己 改变自己 甚至是连生活上的小事 不管是对人的或者是对东西的都能够坚持改变 最后展现的影响力是不可限量的 最后展现出来的影响力是无可限量的 犹太人的新年是跟赎罪日在一起的一个节目 犹太人的新年和赎罪日是一起的假期 犹太人在新年的时候是透过这段时间来反省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自己的罪行 犹太人在新年那里是透过这段时间 是反省自己的罪行 求上帝赦免 这一点我们可以来学习 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用新年的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新年这段时间 除了感到很高兴很高兴的庆祝大吃大喝之外 除了我们很高兴的庆祝大吃大喝 我们不妨找一个时间 我们不妨找一个时间 自己好好地祷告 来亲近上帝 来亲近上帝 让他圣灵的光来感动我们 让他圣灵的光来改变我们 看到我们生命是有哪些不好的 看到我们在生命中有哪些不好的 让他来改变我们 让上帝来改变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要一直挑自己的毛病而已 但是我们也不要一直挑自己的毛病 我们要求上帝呢 让我们看到那个好的 我们要求上帝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好的一点 有什么是好的 是很令人喜悦的 我们就求上帝的手来兼顾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有什么好的 有好的事情 我们求上帝的双手 坚守我们这些 在最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经历他的大能 来经历他的大能 他的更新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他更新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 能更加的像他 更加的像他 持以他 阿们 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金句 谢谢 啊